人潮落一不绝 英国大英博物馆从摩埃石巷到埃及木乃伊 各种历史古物吸引游客朝圣 但现在金曝库房珍宝不翼而飞 大英博物馆发声明证实 西元前15世纪到西元19世纪间的黄金珠宝和玻璃宝石等收藏遭窃 由于这些馆藏文物主要用于学术研究工作并未展出 才揪出原来窃贼近视自己人 英国警方也展开调查 但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嫌犯 这起丑闻让大英博物馆黑历史再次被讨论 号称全球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还有电影特地取景 但超过800万收藏却被诟病非偷急抢 多年来争议不断 外界高升几乎大英博物馆归还九百多件非洲青铜器藏品 如今又有员工涉嫌坚守自盗 大英博物馆负面形象难以抹去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